引擎紧接收 都在指他们做 大家好 迹象如意 我们今天来到了 这个 现在就是这个 五行 运势分析 我先 ok 可以了 好 ok i'm on live ok 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 五行 运势分析 每个人都会经常 因为开始在做了 做了很多 很多个星期 所以也开始会有一些人 关注 关注这个五行 运势分析 那么有人就开始问 还是很多人在问 黄师傅 我怎么懂我自己的五行是什么 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在问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现在我们可以 你可以去那些 网站 web page 有一些 web page 他们就有专门给你 把八字 你出生的 你出生的年 月 日 跟时间 放进去 然后他会把你的那个 八字 就这样拼出来 或者 handphone呢 现在我们最普遍用 handphone so you can download an app and by download one app 你就把你自己的 出生的年 月 日 时间 放进去 你一放进去 他就把你整个八字 放出来了 it's actually very simple to know your own personal element 我们很容易懂的 不过如果你想要更方便 比如说 我不会用 apps 我不会去google search 我这些不会 有没有比较容易的方法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你现在扫描这个wechat的这个 logo 你可以scan这个wechat的 logo 然后在微信wechat里面 和我交流 怎么交流 就是跟我说一声hi啊 你是新加坡的朋友啊 中国的朋友啊 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香港的朋友啊 都可以 然后很简单的 把你出生的那个年月日 年月日 时间有也可以 没有时间不要紧 就一定要 一定要有年月日 因为我们的日 我们出生的那个日 决定了 我们的五行 不是年啊 因为年很多人会懂 我是比如说 这个年出生的 这个年是水年 然后我就是水 不是这样啊 因为年的代表性 是那个年份 可是如果你用那个年来算你的五行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精准 we cannot be accurate using our year pillar the year we born because the year element refers to that particular year 是不是就用那个年 然后全部 比如说今年是水年嘛 土水年 然后我们就说是土 这样就没有金啊 没有火啊 没有木啊 这样不对嘛 所以我们是依照每个人出生的日 will be based on every individual day master 所以很简单 加微信 扫描 然后跟我说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 very easy very easy ok 好 我们就从这个27号开始 因为这个这个星期 感觉这个星期不错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都有都有那个 都有那个非常开心的那个 气氛 现在这个时间有可能大家在吃饭 吃饭 午餐 午餐时间了 今天比较晚一点 因为看起来有顾客 那么就比较晚来做 ok 先说一下今天是25月27号 星期一 那这一天 这个星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个 几日 我先来跟你们说就是 这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一 今天的气不好 什么是气不好 今天的这个天地的那个 磁场的气 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制造气氛 让我们自己比较活力一点 可能你今天起床就 哎呀 不想起床 这样不好 we try to wake up today try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motivated our our friends our colleagues motivate our own self as well very important 我们try to做到可以 鼓励自己很兴奋的 很兴奋 很需要 所以今天先把一个办法来鼓励大家 鼓励你身边的朋友 鼓励你家中的孩子 爸爸妈妈 老公老婆 都尽量好 今天去鼓励大家 让我们会有气 那你现在听到了这个 你不要晚上才鼓励 因为晚上就完了 我们今天还有时间 那今天可以发一个简讯 比如现在你在做工 老公在 老公也在做工 但不一样的环境 下一个简讯 记得吃午餐啊 想你啊 这样子啊 就是 恩爱一点 那孩子呢 不要骂他 不要骂他 做错 哎呀好好的跟他讲 点到你 家中的父母 父母可能也发个简讯 跟父母说一声 下午好 跟父母说 记得吃了没有 那家中有什么事情需要 我买给你的 让我知道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去制造气 因为今天的这个开始 星期一 他的气不好 气不好就是我们很难去 做事情 尽量不要做太大的事 所谓的做小不要做大 因为做大担心 没有办法看到效果 所以今天把心情 做到最开心以外 每个星期都要把开心 心情做开心的啊 这个是一定的 第二就是今天因为他的气不好 我们要去多鼓励大家 motivate everyone say nice things to your colleagues your friends let everyone feel good for the day 那下来整个星期就会非常顺 我个人比较喜欢 6月30号 6月30号 如果想在这个星期里面 在财运方面 想要请求有些人会经常 拜财 皇财神啊 拜财神啊 什么财神都有 6月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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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号 不好意思啊 现在在5月 5月30号 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想到6月 5月30号 5月30号 1 2 3 4 星期四 这一个星期四 这一个星期的5月30号 5月30号的星期四 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集日 让我们来祈福 请求工作 财运的顺利 这一刻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嗯 那么如果 这一天 五行数水的朋友 千万不要不要客气啊 杠杆求 这一天有那个很好的财心 飞来 让我们整天能够获利 所以五行数水的朋友 一定要去抢 要去求 那不是五水的 要不要求 也可以求 祈福 请求工作顺利 请求财运周转非常顺利 就借这个5月30号 星期四 ok 那么 到了整个尾端的星期 就是星期天 at the end of the week which is on the Sunday 6月2号 6月2号 这一天是一个集日 so this coming Sunday try to bring your family out for meal eat outside 在家也可以啦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啊 啊 煮一餐啊 大家在家一起吃啊 那如果说你们想来我们的店也可以啊 嘿嘿嘿 就是 这一天要开开心心了 啊 这个星期两天一定要很开心的 就是 5月30号 不许是thursday on the may the day 下一个就是on the Sunday 6月2号 mas guarantee 一定要很开心 你下来就很顺了 ok 这就是我每个星期要给大家的工作 because every week our luck change our motivation change 我们的感觉有变化 在每一个星期天 然后到了星期一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们就要说每个星期的 五星运势分析啊 那么现在从目开始 ok the wood element so 目 目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五星是目 在这个星期里很容易得到朋友 支配 与相助 而且 有贵人扶持 ok 这是非常好 so for those wood element if you belong to wood element 敢敢去做事 就可以大胆的前进 因为你会得到一些朋友的支配 但是 但是 目的朋友在这个星期里面 财运 可能是要非常 非常 小心的去处理它 去理财方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星期是有一点 要花钱的 要出钱的 要出钱的 那要出 应该出的对方 那就出 我一直都和很多人说 去买金 如果有一点钱想要的话 去买金 然后 那时候说了 哎呀很多人就 oh yeah yeah we should buy some gold and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spare cash 因为有时候很难存钱的原因 就是 有了钱 我们的这个头脑 劫财心来了 让我们去 想去花钱啊 那你花 是买一个开心回来 买一个好运回来 可是你花的当中 你要花在对的 然后钱会保留住 所以我们去买一些 比如买手表 比如买金 它是可以让你的财 保留在那里 因为以后你当掉 钱又回来了 然后 不要 就会开始有一些 哦 我去那边买 我是 program 63块 我去那边买 买金 program 65块 哇 我去那边买program 58块 57块 不要去worry这些 ok 因为 你买多少 多少钱的金 都不重要 重要是 你买金的目的是 手材 你今天用 你今天用了2000块 买了这个金 虽然买贵 可是你的2000块还在啊 that's the reason 你买这个金 because 你这2000块 你花在别的地方 完了 2000块就没有了 比如我们去大吃一顿 那2000块就没有了 可是你用2000块去买金 就算是更贵 可是他给你installment 因为有些人是用利息的 换利息的 会更贵 他都不要紧 为什么 因为钱还在你的身上 他只是是assets 他是用assets ok 所以 mo的朋友 这个星期感觉是 not so bad 不错 身边会有 蛮可以交流的朋友 但如果说过头的话 这很容易跟朋友之间 有冲突 ok 所以 属心属木的朋友 在这一个星期里 与朋友沟通交流 是关键性 这样才会让你的事业工作 才运 是非常顺利 ok 五星属火的 fire element 五星属火的朋友 在这个星期里面 是贵人与小人的参担 that means for fire element you will have some benefactor coming to support you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little bit of hungful people around you as well ok 所以只要 你可以在 人际关系 对火的人 人际关系里面 都可以得到了一个调和 人家骂我 我们不要反驳 我们就 人一人 就这样让他过吧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没有事了 不会变成小人 我给你礼物 你收了 礼物是你的 那么我骂你 你反驳你生气的 你就是接了这份礼物了 这个礼物是什么 这个礼物叫生气 angry 所以我们只要不去接受那些来影响我们的人 就是了 就非常好 但在五行熟火的人 在这个星期的开始 也同时会变得稍微比较聪明一点 a little bit clever for those element belongs to fire you tends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smarter and clever 是好事 是好事 读书啊 什么学的东西 很容易上手 在这个星期里面 但不要想过头 想过头会怎么样 you will create obstacles for your own self 自己创造障碍给自己 这个是不好的 ok for two的人 在这个星期 earth element 情绪方面波动非常大 土的人 一下子开心啊 一下子不开心啊 压力也开始会渐渐的大上来 所以 这个五行熟土 earth element的人 一定要在这个 5月30号 on the coming thursday 求 求愿 祈福 给自己祈福 可以的话 在这一天 在我们的这个 五方才生的 可以点灯啊 都可以 点那个气色烛 点那个气色烛 点一天 希望说在这一天 让我们工作 财运 求财 求事业顺利 那些要找应征 新的工作的 都可以顺顺利利 找到一份 好的工作了 在岗位里面 有人有沟通 不意见不合 点灯啊 为他祈福啊 都可以 好像是非常好 在这个来临的5月30号 尤其给土的 都非常建议 只要你在五星属土 Earth element的人 都是 belong to earth element as long as you maintain your emotion you can control your mood and doesn't allow your mood to affect your thinking 我觉得就好了 工作就很顺了 所以又可以看得到钱 又又又又 但是心情不好 所以你要做一个调和 那我觉得就没有事了 ok for element 属金的朋友 这个星期感觉之后 感觉好像每个都是有点 急凶参半的感觉 但是五星属金的朋友 在这一天呢 是机会最多的 在工作财运 是机会最多的 所以5月30号 金的朋友也可以 请求财富啊 要 如果你是 你的金是很强的 敢敢求财 如果你的金是很弱的 不要求财 就希望说 有贵人来相助 希望说 用一点智慧 聪明才智去做事情 约束一下自己的心情 不要直接这么冲动 对五星属金的朋友 在这个星期 那么工作要好好的去进行 好好的去处理 做不完的 尽量想办法 在这个星期都做完了 OK Those matter element try your best to finish all your job job scope whatever is on hand OK if you can finish it try your best to finish it i think will be very good for那些五星属金的朋友 那么五星属水的water element 这个星期对五星属水的人是很多的创造力 创造力 那么在沟通方面都要开始下功夫 那创造在什么 创造在 可以对于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会财运有帮助的 创造创造创造 都可以 但是我们并不是非常建议 这种所谓的马票运 多多 这种偏财 我们希望说 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好的星期 提升我们自己的原神 然后创造在让我们生意 工作领域里面 可以有突破 可以有进步 因为你在一天的 这种偏财运得利 那你在事业里面得利是长远的 这样把精神放在 事业上 生意上 那对五星属水的朋友 在这个星期 截然 截然好 非常好 而且今年又是水年 so those water element i think that is very good to use your creativity to create more revenue for your business for your company for your boss create more opportunity for your own self 都是非常好的 but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friends around you networking 我们所谓的交流 交流 这个星期感觉 全部五行都不错 就很多的急凶参半 有好的有不好的是 很密切的黏在一起 so也感觉今天我 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我尽量今天很轻松 try to be a few try to make myself feel very relaxed for the for the day 那么 在relax的状态 又掺杂了华文英语 a little bit of mixture bilingual 就 就 就也许轻松的时候 就比较像自己这样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be yourself ok 我们要做自己 每个人成功方式都不一样 每个人可以用这样来成功 但并不代表说我用这样他的方式 我去做 我就会成功 总而言之 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但认识了后下一步就是 怎么去接受 因为认识是第一步 to understand our own self is our first step but don't accept what we really are 我们真正的自己是第二步 那就是需要时间 好 ok 这样就把今天这个五行浴室分析 就分享到这边 记得星期一今天的气啊 是比较weak的 比较弱 没有这么好的气 所以我们去create 我们去create这个气 怎么去create 你现在在收看的话 你在吃饭的话 旁边有什么 陌生人也好 朋友也好 you try to 让他们开心点 比如啊 比如我们在吃饭 人家穿到你手 不要 不要接啊 诶 人家 你吃了 我们不是用地球擦嘴吗 他 要不要 拿地球给他 do you need 这样子啊 让身边的人感觉到 哇 今天啊 很像充满希望 你看今天是 很多贵人一直来相住 这样子 总而言之 最重要的是 家中的父母啊 孩子啊 老公老婆啊 现在就可以发个简讯 问 哎 吃饱了没有啊 记得今天不要坐太晚啊 记得饿了 等一下买一点零食哦 让他 哇 我的老公为什么这样 哇 我老婆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哇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然后 孩子今天做错事情 不要直接骂他 尤其 especially this week 很多在拿 result 考不好 不要骂先 给点鼓励的话 哎 好彩现在是midterm 中 这个这个一年的中 啊就是 还有年尾的考试哦 就我在鼓励他们啊 哎 还有一个年尾 所以现在你懂 result ok 挤挤一点哦 去加把劲啊 这样子啊啊 好了 就将这个短短的这个五行运势分析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利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非常好 也给你分享给朋友 功德无量 让更多人都可以得到利益 尤其这个星期一 怎么去create more energy ok 即将留意了